你有沒有這樣 沒有 坐著的時候 我們一定不會 不會 腰一定不會挺這樣 一定不會 一定不會挺這樣 我們坐著的時候 腰一定是稍微往前彎 對不對 坐著的時候 腰是不是彎這樣 彎這樣子的時候呢 壓力是 壓力是把 把腰往後擠 對不對 坐著的時候是這樣 所以軟骨就 越來越突出就會痛了 嗯 軟骨奇怪 你不是這樣 對不對 我不是 你不是說做骨頭痛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不是 這個問題 造成的 你是 騎腳的時候 走路也是一樣 騎腳的時候就會變這樣 右骨就變這樣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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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騎腳就變這樣 對不對 騎腳會變這樣 騎腳會變這樣 因為你 你說你第四節跟第五節滑脫 你看 你看這個第五節的 第五節的 這一個 這一個 脊椎骨 脊椎骨的 上面的這一個面 上面的這一個面 是斜的有沒有 這一個面是斜的 對不對 向前傾斜 對不對 對不對 這一個第四節 這一個第四節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五分鐘 十分鐘 十五分鐘以後 他就會 慢慢的往前 往前跑 往前跑 就會扯到後面的神經 就會痛 神經會去扭去 嘿嘿嘿嘿嘿嘿 這樣子 現在 現在他怎麼往前跑 因為往前跑 其實這個 這個骨頭 曾經發生骨折了 那個骨折就骨折 不要緊 我們 把它穩住就好了 把它把它穩住 所以你綁 你綁這個 護腰會比較好一點 把它穩住 你給他肚子壓力嘛 給肚子壓力 這一個骨頭 就不會往前滑脫 這個 你現在的毛病是 你站起來 或站久 站久的時候 這個骨頭 會往前滑脫 你 你給肚子壓力 給肚子壓力 就 就 防止他滑脫 減少他往前滑脫的 的情況 所以我就是 建議你練腹肌 把腹肌 練到很強 那 你的腹肌隨時 都給你肚子壓力 那 這個就比較穩 這一個 這一個 骨頭 這個第四節 腰椎第四節 就會穩定住 不會一直往前滑脫 當你站起來的時候 這樣 他說 他滑脫是往前滑脫嗎 對 對 不是我們旁邊就對了 我滑脫跟肚子不一樣 不一樣 那我滑脫沒有 滑脫我也有 大家都說有 沒有人有 沒有一個人 沒股子 沒有股子 沒有股子 我們看